首先來關心到南投草屯知名生計公司 在十四號發生四死一傷的槍擊案 警方是鎖定了李姓前員工 涉有重嫌 在昨天下午是在臺中市的中青路 一間養生館將他逮捕歸案 晚間他被依殺人等罪 移送南投地檢署 檢察官訊後申請擠壓禁見 法院在深夜十一點多才准 李姓嫌犯躲在頂樓夾層 被警方發現 警方要求嫌犯不可以輕舉妄斗 李姓嫌犯終於落網 警方確認他身上沒有武器 在他的旅行包搜出三把改造槍枝 子彈一百七十九發 犯下四死槍擊案 李姓嫌犯說自己就是為了報仇而殺人 為什麼要殺人 報仇 你要報什麼仇 生仇大恨 南投草屯的這間生技公司 十四號被李姓嫌犯闖入 五名被罕人先後被關進廁所 嫌犯在一一朝他們的頭部開槍 負責人賴閩南重傷 但是他的弟弟和女兒 還有兩名員工都當場逼命 警方發現嫌犯藏意在台中中青路的一處養生館 十五號下午將他逮捕 逐步了解發現嫌犯行凶的動機 和八年前與洪信 女課長的衝突有關 警方十五號晚間依涉犯殺人等罪嫌 將嫌犯移送南投地檢署負訓 因為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逃亡之餘 檢查官訓後申請羁押禁件 法院深夜十一点多才准 記者林建生 王龍濤 莎晏啟 鍾建綱綜合報導